你有把他当你的偶像吗 那个时候 也没有 也没有 也没有当偶像 那你的时候 说句不好听的 那个时候我们看的时候 是大家开会要批评 李连杰作为功夫之王 也是武术冠军出身 也是为我们呈现了许多经典的电影片段 塑造了众多的经典人物角色 作为都是功夫之王 李连杰对于李小龙的截拳道 会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呢 这点我想很多人都是非常好奇与期待的 同样作为武林中人 李连杰分析李小龙的截拳道 也是非常的透彻 李连杰是全国武术冠军 具有真功夫 在武术上是有自己的见解的 有一次李连杰在接受一次采访的时候 李连杰就谈到了 他对李小龙截拳道的一些看法和见解 主持人 请问你同不同意李小龙先生的那种截拳道 李连杰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武术家 因为作为传统的中国恋武之人 可能相对而言会比较的保守 比如 我是恋外家的 我就只恋外家 你是恋内家的 你就专门恋内家 其实你有你的好 我有我的好 然后大家就会争来争去 李连杰接着补充 李小龙的话 可能就是将各家的优点集中起来 例如像李小龙的双脊棍 这其实是菲律宾的武器 他从菲律宾那里取来的 像李小龙的所常用的著名的李三脚 他的脚其实是有一点点 跆拳道和空手道的那种的脚 李连杰接着说 像李小龙的步伐 其实就有点恰恰我和拳王阿里步伐的结合版 然后他的拳就是师承叶问的永春拳 所以李小龙就是将各家之常全部集中至一起 将动作和理论 创造出了著名的截拳道 不得不说 李连杰将李小龙的截拳道分析得很透彻 毕竟也是练武之人啊 李小龙李连杰都是我们黄种人的骄傲 为中华功夫传不到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李连杰曾经做客张飞的综艺节目 张飞和费玉清开始使坏 问李连杰 李小龙功夫有这么什么 你和他对打的话谁厉害 这个问题一下就勾起了观众的好奇心 是一个非常不好回答的问题 李连杰思考了一下 称 李小龙对中国功夫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 他永远是中国人的骄傲 他的武术 准确来讲是一个杂甲 脚法用了空手道的脚法 拳就是永春拳 他的步伐有点像是跳舞一样 李连杰称李小龙是集合了各家所长 并不是纯粹的中国传统武术 例如李小龙使用的双截棍 其实是菲律宾的武器 中国武术用的是三截棍 李连杰最后用了一个词来总结李小龙 那就是出色的武术家 看来李连杰对李小龙真的研究得非常透彻 只有像李连杰这样的武术宗师 1974年 李连杰参加了全国武术比赛 夺得少年组第一 全能第一 摊体第一 1975年 第三届全运会 李连杰又是拿了冠军 随后的1979年第四届全运会 他又拿了五块金牌 并再次蝉联武术的全国冠军 五年五冠 那是少年武术所有的巅峰 然而 就在一年后 李连杰因为一部电影彻底改变了命运 1980年 香港中原电影公司找到了李连杰 想请他来扮演影片少林寺主角 绝演和尚 电影上映后 16岁的李连杰一炮而哄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 多了很多光环 也多了很多诱惑 当年 李连杰在拍少林寺的时候 整个剧组的工作人员从台前到台后 都是拿的一块钱片 李连杰 也拿的是一块钱一天的片酬 可是在电影上映后 他火了 曾有香港的一家公司找到他 愿意出价三百万 请李连杰拍部戏 一天一块钱 和一个人三百万拍部戏的诱惑 对李连杰的内心冲击是真的很大 但在表面上 李连杰还是表现得很谦虚 至少演得很谦虚 在一夜成名的情况下 当然是很开心了 内心里很开心 但是你表面会 要演绎得很谦虚 那么其实那个时代的 一拿冠军 第一件事就是谦虚谨慎 不许骄傲 你的成绩是领导的培养 教练知道 同学的鼓励才有你 你越是冠军 你越地夹着尾巴做人 你根本不可以张扬自己的个性 李连杰面对面专访 只设 纳会李连杰19岁 决定命运的权利 并不在他自己手里 决定他命运 欠他单位的领导 领导并不愿意放李连杰离开 在领导看来 李连杰可以继续冲击武术保衍的冠军 可以等到安稳的时候 再选择离开 不过李连杰并不相信领导的话 经历早已经让李连杰变得成熟 况且 他已经连续拿了五年的冠军 已经不需要再去证明什么了 我能证明到什么时候 我能证明到十年吗 不可能 可能机会在二十年吗 不可能 你总有老的时候 总有改变的时候 所以在人生的阶段 我十六岁证明我能够做的东西了 我应当改变 应当转行 少林自给了李连杰一个机会 但等到李连杰真正想离开的时候 他还是有些舍不的 这么多年的武术表演生活 岂是说走就走的 所以真正让李连杰下定决心 转行去做演员是 他的腿断了 1982年 少林四二供应前 李连杰跟往常一样 在单位里训练 但就在训练中 他的腿断了 内侧韧带 十字韧带 半月板全部碎了 手术做了七个半小时 七个半小时后 李连杰被推出了手术室 麻醉清醒后 医生告诉他 我尽全力做到了 我能做的了 我能报你的就是做到正常的生活 但因为伤病 今天起 你永远无法成为一名顶尖的运动员 李连杰追问医生 如果在运动会怎么样 医生回 从医学上讲 我没有给你一个百分之一百的答案 但我能告诉的你是 现在的你 一旦运动只会增加再次受伤的风险 甚至造成二次断裂 如果断太厉害 金就借不过来 最后就是走不了路 一个十九岁的武功高手 就这样毁于了伤病 好 这也许就是意外的巧合 李连杰的短腿把大家都梦都给打破了 现在就是单位一万个不愿意 也要去放李连杰去做演员 因为他做不了运动员了 只是李连杰怎么也没想到的是 蛮横霸道的单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1983年 单位替李连杰做了决定 单位的某个领导 把他签给了香港的一家经济公司 条件是 李连杰每拍一部戏 香港公司就必须付给单位五万 这样的协议 一间就是五年 但短腿是一件很大 是为了不让投资人担心 这份五年的协议 还附带五年的伤病保密协议 也就是李连杰每一次实际上 都是带着伤在拍电影 五年 在上三年前 也就是1980年的少林寺 李连杰的八年青春 都处于一个极其痛苦的阶段 没有人知道 还有多少的八年可以浪费 就跟所有怀才不育的年轻人一样 明明有能力 有机会 但却始终没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 那八年 李连杰就跟个提线母一样 不断地重复着被支配的人生 直到1998年 五年的合约完成 当委在看李连杰陷入事业的低谷 没剪客转后 就把李连杰放了 李连杰终于获得了自由审 1989年 李连杰接演了自由深厚的第一部电影 《龙在天涯》做了男主 跟他对戏的事 还没拍几部戏 正在努力摆脱电视剧形象的周星驰 周星驰和李连杰的配合很默契 只是这部电影并没有掀起波澜 恰逢低谷时 李连杰遇见了伯乐徐克 徐克早在1987年时 就看上了这个来自北京的孩子 但那会徐克受限于新义城的合约 他一直都在重复拍着他不喜欢的喜剧片 再加上新义城的七怪小组 也个个都重江湖一起 捡信义 当初 他们一穷二白 集体创业 从家和和邵氏里的双雄力杀了出来 成了电影市场霸主 只是有但同当容易 又服同享难 早从1986年开始 新义城的内部就出现了危机 他们七个人的集体创作也都呈现出了皮台 赚的钱也不够分 于是在利益分配 创作理念 管理不善 性格不合等等多重原因下 七个 集体了 最先离开的是曾志伟 因为红金宝想要找他拍戏 曾志伟觉得能赚到钱 也有发展的空间 于是答应了 离开的是他对着其他六个人说 我们七个人吃一锅粥很辛苦 我出去闯一下 少一个人吃 六个人没说话 彼此看着彼此 他们知道 赚的钱不够七个人分 再加上七个人彼此个性都很强硬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七怪接体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没想到的是 会来得这么突然 这么夸 曾志伟离开新一城七怪后 其他人也陆续去了别的公司发展 虽然大家表面上拍片 挂的还是新一城的名字 但实际上 集体创作模式早已不复存在 钱也都各自建立了账本 每个人赚多少钱都归自己 不用拿出来分了 到了1989年 七怪已经名存是亡了 那一年 徐克已因为拍喜剧片拍发了 想创作不同提材的作品 于是离开了七怪 背靠着金公主 正式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工作室 多历后 徐克这手下了黄飞红的剧本 因为预算有限 演员只能请二线艺人 而会功夫的二线男演员 本就不斗 所以没多久 徐克就把目光锁定在了李连杰的身上 李连杰也很欢喜 徐克跟李连杰聊得很投机 不到一个小时 两人就敲定了流程 李连杰直接就给签约 决定出演了 事实证明 李连杰的决策是正确的 一部黄飞红让李连杰火遍了香港 这部电影之后 李连杰成了在香港发展的内地演员里 最忙的那个人 从1990年到1992年 李连杰平均每年要拍六部戏 最忙的时候一个月要拍四个导演的戏 当狠话 在1992年的4月16日 港圈内发生了一件大事 把李连杰给直接逼走去了美国币的 1992年4月16日 李连杰的经纪人蔡子明横死街头 而就在前一天 蔡子明还跟着杨子琼一起聚餐 商议着新龙门客栈的拍摄计划 接着 全音16号的枪响 画上了句号 究竟是谁杀了蔡子明 这么多年来没有并没有答案 而那些隐约知道答案的人 又大多磨灵两口 王精在自传《少年王精闯江湖》写道 李连杰以为吐气扬眉 向电影公司高层要求兑现一些口头承诺 但遭到拒绝 那高层冷冷地表示 他是大陆仔 他可以有足够能力玩死他 他找到了一位有力的经理人蔡子明 有钱有面有力 准备拍龙门客栈 著名枪击事件跟着就发生了 成龙也对这件事的评价是 知道他们是谁 但是没有证据 2007年 李连杰做客杨篮访谈录时说 杨篮又问起了当年蔡子明的事情 李连杰说了一句 其实那几年江湖上死了不少人 可为什么李连杰自己能相安无事呢 李连杰没正面回答 分享了一段蔡子明跟他说过的话 大家想要的是但 不是要那只鸡 不会杀了那个鸡 就这样 蔡子明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 李连杰也跑去了美国避难 那真是一个讽刺的年代 李连杰明明是电影里最能打的人 可拍片的时候 却需要九个人来保护 毕竟天下武功 唯快不公 可你武功就是在快 能快过子弹吗 或是巧合与天意 李连杰在美国避难期间 永胜跟他接触了 接触他的是向华强的太太陈兰 因为上一次的事情 李连杰谨慎了很多 于是花了大半年的时间 调查了永胜的背景 这才更答应跟陈兰碰面 关于这件事 陈兰曾回忆到 过了半年才约到他 我都不知道 李连杰调查了我很久 李连杰过来跟我握手 向太 你要找我拍戏是吗 好 因为我调查了半年了 我给你拍戏 片酬不用谈 利润对半分就行 考虑到李连杰的难处 陈兰梅答应李连杰的对半分的请求 向太是直接跟永胜建了三年的院 三年六部电影 共支付7200万片酬 考虑到李连杰的特殊情况 向太提前支付了3600万片酬 李连杰很感动 两家的关系直接都仍然很良好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两人的约定 过会一直签约下去 只是很遗憾的是 到了1994年 香港电影已经出现了推台 阴霾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头上 而香港的金公主 德宝财堂以及佳和也开始收缩业务 往其他的领域发展 香港制片业迅速萎缩 李连杰也没有再跟永胜续约 永胜也早在1993年分了假 弟弟向华胜去了澳门发展 哥哥向华强接下了永胜的金字招牌 但不再做一家制片公司 专心做了投资人 那几年的真的很难 李连杰还是选择留在了香港 可是随着香港电影制片彻底的萎缩 李连杰还是在1998年 选择离开了香港 去了好莱坞发展 刚开始的路并不好走 在亚洲 李连杰已经是超一线的明星了 可是在好莱坞 谈什么也不是 要跟着一大堆演员共同视镜一个角色 一句英语也不会 就只有趴在马桶上 一个字一个字的用耳机听英文 一个个单词记 经营后 李连杰终于在好莱坞熬出头 他的片酬已经高达千万美元 各大报纸上都刊登着 李连杰走向世界的新闻 和李连杰 对自己在好莱坞的现状很清楚 他只是好莱坞的B级片巨星 好莱坞有着严格的等级秩序 他们的制片人把电影的投资规模划分出了 哇 C三个等级 B级是属于中等投资的作题 B级导演找一级演员 B级导演找B级演员 李连杰在好莱坞的日子里 几乎拍的都是B级片 甚至都还要更低 他从未见过雷剧剧本 因为他从来就不属于好莱坞的雷级圈藏 想做做雷级片 就必须对英文和人家的文化特别了解 这就好比一部中国乡土电影 美国著名的超级巨星来演一个地道的中国农民 是不合适的 因为肤色 面孔 文化就注定不属于那个圈层 所以 在人人向前的好莱坞里 李连杰从来就不是一级大片的男演员 甚至他还经常遭遇到歧视 但李连杰接受了这一切 我都记得很清楚 他当面对我开开心心地笑 背后就说这是一个像是一样的汉堡包 就是这个电影 但是这没关系 没问题 一定赚大钱 我很接受这个现实 没问题的 即便后晚 李连杰票房大卖 他在好莱坞的核心圈层也一直遭到排挤 不少的好莱坞制片看李连杰 就像一个只会打打杀杀的武夫 这让李连杰愤愤不平 但他只有忍耐 因为他没有话语权 直到2001年 龙之吻大卖 他成了亚洲片头最高的B级片演员后 他才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 拥有话语权后的李连杰 一直在推动了一种反暴力的思想 他试图在用动作的暴力形式去推断一个反暴力的思维 未测 李连杰在2004年拍了一部狼犬丹尼 在这部电影里 李连杰打破了自己的武侠形象 带上狗圈成为生活的杀人机器 这部电影上映后 在美国引发了巨大的反响 但也引发了许多父母的反感 父母都觉得李连杰的电影太过暴力 李连杰也一度表示 他的电影其实不太适合17岁以下的孩子去看 因为孩子们都还不明白暴力的原因是什么 李连杰想讲的是 一个肢体强大下的柔软的内心 可是孩子们关注的却是 一个人打下十几个人 二十几个人的暴力与武功 好莱坞的那些制片人也只是 把他当作西建的摇钱树 李连杰倍感无奈 最终还是离开了好莱坞 回来后 于是李连杰一直处于一个迷茫的方向 他拍了或原假拍了 但是反响平平 随后不久又转头去了西藏 去寻找自己的信仰 是这种适合